大人学破局思考,从关键小事看出职场大局。在职场中,我们常常被限制在狭窄的视角,就像蚂蚁只看到2D的世界一样。要找到出路,需要转换视角,朝向另一个维度看待问题。在公司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重心,彼此的重力相互牵引,形成微妙的平衡。 如果不能看清全局,只是盲目的冲突和竞争,最终可能会失败。公司的评选机制通常符合某种公平概念,但这种公平并不仅仅基于绩效考核分数,还存在着高层没有明说的隐含评选标准,只有能够看懂这些隐含的原则,才能发现职场变得更加公平。 在工作中努力付出,但老板却看不见是常见的情况。谦虚是美德还是坏习惯取决于情境,但重要的是要找到平衡点,不要只默默工作,也要适时展示自己的成果。 当则是一种重要的话术,但在当则之前,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投入对你而言有意义的工作。 当你找到了这样的工作,你就能够主导和负责自己的工作。 马斯克认为思考事情的关键在于第一性原理,急去除事物的表象,直接探究核心本质,了解脉络,理解规则和预测可能的变动,可以让你更加心安且能够提前做出正确的决策。 在职场中要挑选适合自己的公司,明确自己的发展机会,学会使用老板的语言,了解升迁的逻辑和摸清商业模式等。 退后一步,看懂整个局面,才能获得先行者的优势。 作者开场白摘要,用破关的心,面对职场的局。 在玩游戏时,人们会不断努力克服困难,寻找解法,并享受游戏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 然而在面对工作时,很多人却感到抱怨、焦虑,并且缺乏相同的冲劲和积极性。 这是因为心态、挑战和动机不同所致。 首先,心态上的差异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玩游戏时,人们知道这只是一个游戏。 即使遇到困难,也可以尝试多种方法来克服。 然而对于工作,人们往往深信失败不可重来,导致患得患失的心态。 其次,挑战的不同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游戏通常有攻略可循,并且有其他玩家的经验可以参考。 然而在职场中,人们常常认为自己面临的挑战是独特的。 缺乏标准的解法可依循,这增加了他们的焦虑。 最后,动机的不同也是重要因素。 游戏的乐趣和成就感往往比工作的薪资和地位更能激励人心。 而内在的动机,如乐趣和成就感,更能让人坚持不懈,而外在的动机则相对较弱。 总之,调整心态,勇于尝试和突破。 积极面对挑战,借鉴前人的经验。 转换动机,让工作成为丰富人生的一部分。 这些方法有助于克服工作上的困难,并将工作转变为丰富人生的舞台。 董局,把职场这个游戏玩得更好。 年幼时从母亲那里学会下下棋的经历,并将下棋的思维与职场中的思考能力做了连结。 透过下棋训练,学会了放眼整个棋盘,思考每一步的影响和未来的走向。 这样的思维训练使得自己能在职场中快速把握关键问题。 成年后,从事顾问工作时常被人问及他为何能快速掌握关键。 这可能是因为年幼时下棋训练所养成的思维模式。 他总是会退后一步,看清整个局势。 而视野和思考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透过训练培养的。 在职场上,便将这种思考能力应用到工作中,并理解到游戏规则、人性理解和预测动向的重要性。 了解职场中每个人的想法,掌握脉络和规则,并能预测可能的变化,可以让人在面对困难时更加从容。 这些能力可以帮助人在职场中更好的管理上级,与同事合作,解决问题,并制定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 透过训练视野和思考能力,人们可以更好的应对职场挑战。 成为职场中的棋手,而非仅仅是棋子。 精选段落摘要。 理解职场的公平做事不是重点。 做人与曝光才是。 曾有一位听众提出疑问,在公司的升迁制度中,工作表现真的很重要吗? 如果做人和曝光更关键,那我们还需要努力工作吗? 这个问题的背景是该听众所在的公司有一个升迁制度。 每年人资会根据同人的资历和工作表现提供合格人选给主管提名,再由人评选出获得晋升资格的同人。 然而在一次提名截止的时候,人资突然通知主管还有一位同事符合晋升资格。 最后这位同事成功获得了晋升资格。 这让该听众对升迁制度产生了疑惑。 并想知道工作表现到底有多重要。 工作表现在升迁制度中确实很重要。 但老板对工作表现的评估可能与员工的想法有所不同。 因此,我们需要思考我们所在组织的性质以及工作表现与组织目标的联动程度。 不同组织的资金来源不同。 对组织资金有贡献的人往往受到重视。 例如,国营组织的资金来自政府预算。 能帮助组织争取预算的人就很重要。 新创公司的资金由背后的金主提供。 与金主关系良好的人也会受到重视。 对大多数组织而言,资金来自向市场提供服务或商品。 因此能帮助公司获得更多收益的人最受重视。 做人在职场上和做事一样重要。 能够把工作做好。 并与同事和睦相处,对主管而言是加分的表现。 因此,不能只注重工作表现而忽略做人的重要性。 完美的升迁对象通常是那些在专业技能上表现出色。 并且与大家相处融洽的人。 尤其当部门需要与其他部门合作时。 他们能够借助自己的人际关系促成合作。 至于升迁制度背后是否存在人为操作。 难以确定,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资讯。 然而比起追求是否有人为操作。 更重要的是理解升迁制度背后的目的。 许多人误解公司的升迁是由电脑根据一连串的分数计算决定的。 虽然在选拔基层员工时可能会使用这种方式。 但当工作层级提高时,通常不再是如此。 实际上,公司的升迁制度只在避免出现老板不认同的人浮现。 公司为了让员工感到公平,可能会告诉大家升迁是由系统计算决定的。 但这并不完全真实。 因为中阶和高阶管理职的选拔仍然基于老板的主观评估。 电脑挑选出来的人只是提供参考。 因为升迁决策往往还涉及各种主观判断。 例如与他人相处、人际关系、善于解决问题等方。 这些主观判断无法透过电脑系统的量化方式来筛选。 因此,关于同事突然获得晋升资格的情况。 重要的不是是否有人为操作,而是理解公司高层真正关心的事情。 这些事情可能包括明确的指标和未公开的标准。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些,并且能够符合老板的期望, 只会说话的人, 也能得到升迁。 而辛勤工作的人却无法获得认可和奖励的情况。 这可能是因为少说话。 多做事这种长期以来被视为职场美德的观念不一定适用于职场。 根据分析,有四种员工类型。 多说多做,多说少做,少说少做,少说做。 其中,多做事的员工最受老板器重。 因为他们愿意主动与老板分享自己的工作进展和提出意见。 这让老板对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相对而言,少说话。 多做事的员工往往默默付出,但因为缺乏主动沟通,容易被忽略或无法让老板留下好印象。 为了提升在职场上的表现,应养成主动与老板沟通的习惯。 不只在遇到问题时才寻求帮助,而是定期向老板报告自己的工作状况,分享自己的做法和想法。 这样可以增加老板对你的信任感,让他们更了解你的工作和价值。 同时也能从沟通中学习老板的观点和经验。 另外,在沟通中要主动展现愿意承担更多责任的态度。 这样老板在分派大型专案时更容易考虑你的能力和表现。